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值所 开始在大同市明大内长城 临秋段的行程 等乔麦茶长城 这里是中国黑管之乡 感受上午习俗 子母眠长别有奥妙 看长城仿战场 宠温瓶颈观抗战故事 远处那个风火台下面 就是著名平行观大节的主战场所在的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48集 黑管之乡大爱灵秋 正在播出 结束大同市明外长城的拍摄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值组 来到大同市的灵秋县 开始在明媚长城的行程 灵秋县 位于大同市的东南角 东与河北来源 欲行接壤 西与凡市浑原霹林 南与河北复平交界 北与广陵相连 来到灵秋县 我们的第一站江秦王 位于灵秋最东边的 乔迈茶长城 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乔迈茶长城的脚下 其实从这个自然环境来看 大同的北部和南部 差异非常的大 这里的山势 是比较险峻陡峭 而且植被是非常的茂盛了 其实我们在这儿 只能看到 那是一座敌台 敌台 在山顶上面有一座敌台 而且看上去保存的是比较完整 比较完整 这段长城都是连在一体的 整块就是这个山奥 有五座敌台 乔迈茶长城 是明内长城 进入灵秋境内后的第一段长城 由于这里属于太行山脉 森林覆盖率 比大同的北部地区要好很多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季节 山上是很漂亮的 五颜六色 是五彩山了 那这样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是的 它这个野生动物 有袍子 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罐 还有些鹤 有一年我考察尝试时候 还有发现野鹤 整个在一个打松树上 整个满满的松树 也都是在这一片发现的 对 我们如果往山上走 还能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吗 那就碰用气了 有可能含有些候鸟要经过这一带 从山脚往山上行走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乔麦茶长城的脚下 据资料统计 内长城在林秋县境内的长度约为110公里 县宜存底楼50座 城墙逾20公里 乔麦茶长城是林秋县境内保存最好的一段长城 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乔麦茶长城的墙体上了 我发现内长城和外长城相比 不仅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 包括这个长城它的一个结构也变化了 这边全是这种纯石器的 它还是就地取材 它是山上都是原石山 它这些墙体都是干产 没有多少泥土 而且我们还发现一点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墙体上 你看在我们身后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地台 但它并不是建在这个墙体上的 身外就是往外突出了一下 它跟这几个地台 就是走过去五座地台 它的正面有两座 这个是居中 这个地台是侧应在两面 互为机脚 你看它就是在这个墙体上 又修了一道几乎是直角的一个墙体 伸出去了之后 没有多远的距离 出现了这样一个地台 那我们到那个地台去看一下 好 据了解 乔迈茶长城低落的编号 是以河北来源县 叉建林的叉子为名的 其所夹的五座低落的编号 分别为叉子47 48 49 以及50和51号 走到低楼下 排便上的子依然清晰可见 叉子 49号台 这就是每一个地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编号 对那边就是50号了51号 这个在明代这个长城这个上主要是在记证 嗯 记证在在都是这样的编号 叉建林 所以说叫叉子号 所以说不同的段 它的这个地台上面的牌匾之前的这个也是不一样 主要第一个字不一样 哦 它呢就是白石山就白石关 嗯 那就白字号 福图越那个关叫福字号 福字号 以第一个字 走进低楼内 其内部为大回廊结构 中间核心位置的四个方向 都有一个旋门通向走廊 走廊外侧各有四个建窗 内部有楼梯和上到楼顶 这就是 哦 在这里 这里有两边 两个都可以上 都会有一个楼梯 啊 好 我们走到上面去看一看 其实士兵他们也是要站在上面去巡视 对 好 城市瞭望 呃攻击敌人都在上面 哇 真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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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为什么建这么窄啊 啊 它本身这个这个面积也不大 啊 所以它宰一点 呃可以这个 这个 啊 空间 对因为它比较高 然后空间又小 啊 所以说它这个每一个楼梯都会窄一些 嗯 也就是一个手掌宽度哈 对对对 只能是个一人上下 所以攀两面一面上去那边可以下 由于楼梯的台阶有些破损 所以爬上去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士兵巡视的这个敌台上了哈 但是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了 嗯 但你看它旁边的这个女儿墙还有一部分保留下来了 它原来有多高呢 呃 大约有一人高 哇 一人高的高度 它也是个野户的掩体 嗯 也是个攻击人的一个窗口 那在明代的内长城上一共有几个比较大的关口呢 呃 它主要是有六大关口 嗯 呃 有内山关和卫山关 哦 啊 从东面可以就是军关 呃 紫金关 道马关 嗯 这就称为内山关 嗯 呃 往西再走就是叶蒙关 宁武关 贴关 属于外山关 同样都是在这个内长城上 为什么还有这个内外关口之分呢 呃 呃 可以这样理解 它主要是距离北京首都 这个是远近 哦 那面就是往东这面的这三关的离首都近 所以说就是越往东 东面的三关是内三关 靠西面的三个关 就是外三关 哦 它是距离京城的一个距离 啊 这样来说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长城呢 它是属于哪个关口主管辖 这儿是属于奈山关管辖的 嗯 就是属于奈山关的道马关管辖的范城 它离道马关是很近的 是如果说晴天的站在那三的高峰可以望到道路了 如果说这个长城的防线要攻破了以后 呃 这敌军可以直达呃 呃 保定 嗯 就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南面 嗯 它就是属于这个所谓北京的南大 起到这个屏障的作用 嗯 乔迈茶长城的战略位置虽然重要 但或许是地势闲耀的原因 在历史上 这里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战斗 此外 由于修建在崇山峻里上 人际寒之 这里的长城才能够基本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也为人们研究长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离开乔迈茶长城 沿着山路返回时 我们在路上遇见了灵丘自然保护区的几个工作人员 你们好 打扰你们了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嘉栏目组的 刚从荞麦茶长城下来 看到你们就是在忙些什么 我们正在给那个黑罐放那个食物 哦 吃到灵丘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小溪里呢 小溪都是活水嘛 灵丘放下去还是活的 因为黑罐一般都吃的是活的 死的一般都吃的 哦 现在主要是给这个黑罐来投食是不是 每到冬季的时候 黑罐这个水里面的食物就不给我吃了 哦 所以我们每年冬季就放一些食物 来补充它这个燃料 其实我们刚才上山的时候啊 其实一直在注意观察着 有没有能发现这个隐身动物 但是没有看到 现在其实这个季节是有这个黑罐活动的 有 因为灵丘啊 这个是黑罐这个黑罐自消 中国黑罐自消 它冬季黑罐是不轴的 不切记的 哦 黑罐是世界珍稀宾威鸟类之一 中国一级保护动物 其珍贵程度可以与大熊猫相媲美 成年黑罐身高为80到90厘米 身长100至120厘米 嘴长而且粗壮 身上的羽毛除胸腹部为纯白色外 其余都是黑色 在不同角度的光线下 可以变换出多种颜色 黑罐虽然属于千禧鸟类 但在灵丘自然保护区 黑罐不断在此栖息越冬 而且还在这里筑巢繁殖后代 那这个黑罐在这里适合生存 是不是它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 嗯 对这个很苛刻的 嗯 黑罐有在这个地方生活 它具有几个条件 第一是那个有很高的大山 有雪羊翘地 它因为住潮丫就住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 其实就是像这样的悬崖峭壁上 最好是那种山 那种峭壁 我们看一下那边 就是比较陡峭的 就是最终类型的 就是在山崖上面它住着潮穴 住着潮穴 这是一个桥间 第二条件 附近大概是500米以内 就有水流河流 而且比较清澈的河流 里面有鱼了有虾了 有这个生物 首先这个水质是一定得特别的好 我看一下这个水质 这是什么水 山泉水吗 山泉水 看一下 特别的清 而且很冰凉 所以说它这个 它说在这儿是不觉得它冰的 但是它不接冰的 这是属于暖温泉 暖温泉 对 在我们灵球保护区内 这个水它是不接冰的 这是黑怪存在的第二个原样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附近有它的潮穴吗 这儿没有 这儿没有 啊 在那个栽光下面都有 在上的那一带有 嗯 那所以说你们这个投放食物的时候是整个这一片保护区的区域当中 你往上有河流地要多有投放 啊 因为它这个黑怪它到处它有它有跑的 据了解 灵球自然保护区气候温暖湿润 植被茂盛 保护区内的唐河 上寨河 夏关河 独雨河等五条河流 造就了多达1940公顷的湿地 为黑罐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生存环境 那在整个保护区境内 哪里的这个黑罐的数量会多一些 你现在说冬天 鸡居啊 里边就去在那个陶河大小关的入口那儿 因为那是河流最大的河流 水域最宽 那收入也最丰富 所以好多黑罐冬天在桌子那一块极具决冬 那几位老师今天就是这个投食工作结束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了 边这个边巡查 边回去了 边走边巡查 那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黑罐 能麻烦几位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珍惜的黑罐好吗 行的没关系 好那您先忙 谢谢 先不打扰了 走进灵秋自然保护区 走进灵秋自然保护区 寻找珍惜鸟类黑罐 其实我们还是惊动她 哎呀溜着溜着 感受尚勿уй 子母练长 别有奥妙 远奉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48集 黑罐之乡 大爱灵秋 正在播出 在乔麦茶长腾的拍摄结束后 第二天一早 为了能够观察到珍稀的黑管 我们与灵秋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一起来到唐河湿地 黑管它的警惕性是非常的高的 它的警戒距离大概有多远 大概是100米左右 只有100米的距离 它100米只能看到你它就会飞掉 那它是每天早晨都会在这里出现的 有时也不出来 就我们观察有时也不出来 是不是到其他地方觅食去了 这个弄不清楚 有时不出来 这里算是他们出现比较最平凡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黑管 也是要平衡起来 对 好 沿着唐河一路行走 我们并没有在河边发现黑管 之后工作人员带着我们 直接前往黑管经常集中觅食的鱼塘 其实我们看这边 这其实是一个鱼塘 刚才老师告诉我们 是专门为了给黑管投放食物所挖的 专门挖的一个鱼塘 对 是我们挖的 有吗 您看到了吗 其实我们还是惊动了它 六只 八只 八只 太惊动了 咱们还走得太匆忙了 还是有些快了 对 据保护员赵明介绍 黑管的视力极好 他们盘旋空中 能够发现密食区是否存在危险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一直待在这 它不会来的 它就不会回来 它不会回来的 所以说咱们一会儿 投放完小鱼以后 咱们扬闭起来 或者走了以后 它还可能要回来 离远一些 因为它的视力特别的好 对 它能看到你的 包括我们投放了这个小鱼 它都能看到 它的视力跟小鱼都能看到 对对对 据了解 在冬天的时候 为了保证黑管能够拥有足够的食物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每隔十天左右 就会投放一次食物 今天是要投放多少 一道三十斤 今天差不多二百来斤 二百来斤 就全部投放在鱼塘里面就可以 这里它是主要的密室 我看您这还带了一些仪器和工具 这个是湿度和温度 像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发现了差不多有十只的黑管 像这样的一个数量 说明它现在就开始急求了 有的地方就开始到这跃动 说明黑管切息正在切息 将来几天随着气氛的下降 这个数量还会增加 还会增加一些 据工作人员介绍 鱼塘的水与塘河是相通的 属于活水 之所以将食物投放在鱼塘里 主要是让投放的泥酒和小鱼 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 方便黑管觅食 保护区工作人员每次来鱼塘这边 除了投放食物外 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安放通过红外线感应 自动拍摄的监测相机 你看像这个相机它外侧是这种泥彩的 也起到一定的隐蔽作用 可以防潮防水的 那放在这儿 哪一次安放要多长时间呢 大概是我们是两个星期取一次数据 它是录制时间大概是一月左右 可以录一个月 就是一次最后是电池 好 这是之前已经取回去了 现在要再次安放是吗 在食物投放完毕 监测相机也安放好后 为了等待黑管再次回来密室 我们与工作人员一机隐蔽在 距离鱼塘大约200米的灌木丛后 隔多长时间它们还会再回来 正常是这段有小时以后才有出现的 但有时也不出来 远远看上去呢 只能看出来它大体是一个黑色 但具体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我看您的刚才是一直在拍照 有没有拍照 拍到这个照片 拍到这个照片 据赵明介绍 他们在灵丘保护区内 一名四季都能够看到黑管 所以在他拍摄的照片中 既有黑管在水中觅食 以及吃饱之后悠闲休息的场景 也有黑管展翅腾飞 在天空中翱翔的精彩瞬间 由于保护人员的努力 灵丘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黑管安全可靠的栖息繁衍之地 我们跟随了几位老师在树林里面隐蔽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但是依旧没有看到黑管回来的身影 可能是因为我们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扰到了他们 所以说老师建议我们现在就离开 不要煎饶他们正常的栖息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能够看到大概有十只黑管 这是很难得的 据了解 当冬季来临 清洗到灵丘过冬的黑管会逐渐增多 但是由于财力有限 保护区工作人员所能投放的食物量远远达不到要求 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和想法 这个黑管作为一个特殊的物质 我们绝对不能让它灭绝 在我们这个手里逐渐减少灭绝 这对人类是一种可怕的事情 只靠我们保护区管理局对这些食物的投放 远远还是不够的 我们在此也呼吁全社会关心黑管 关心我们的生态系统 关心我们的人类的永续发展 希望全社会能够都能积极行动起来 像这里学食物 在让中国的黑管自乡 中国黑管自乡的这个黑管的数量 让它发展 从来发展更多 是 从老师朴实的话语当中能够感受到 你们对待这个黑管真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关心他们的冷暖 照顾他们的饮食 精心呵护着长城脚下灵秋这一片黑管赖以生存的家园 谢谢你 唐河是灵秋县的母亲河 他沿着灵秋县城穿城而过 灵秋县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灵秋之名始于战国 因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位国君赵武灵王葬于此而得名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 赵武灵王是一位颇有建属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 革新图强 使得赵国成为一个民风强悍的强国 时至今日 灵秋县一直保留有上午的习俗 据说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 稀有群种叫做子母绵掌 在灵秋县的体育馆内 我们见到了子母绵掌的传人郭富强 郭老师 你好 打扰了 跟您约在体育馆见面 现在是在给孩子们上课 就是一进来发现体育馆是一个习武之地 这边有一些小朋友是在练武术 然后那边还有散打的 您现在是在教子母绵掌 其实一提到子母绵掌 总会让我们想到武侠小说当中非常传奇的武功 那这个子母绵掌到底是属于什么武术权种呢 子母绵掌属于道教缺终 为什么叫子母 子母说因为 他这个 也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本 不能忘了 而且他在一个鼎盛时期 是一个母亲发现了自己的女儿 这群发芽国人也是子母 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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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子母绵掌始于何时 由何人所创 至今无从考证 据说 子母绵掌朝时分左右 手法分阴阳 全掌护义 刚柔相继 年随连绵 故而得名 灵秋一带所流传的子母绵掌 维清光举年间 河北苍州标诗 郭凤铭所传 据郭富强介绍 子母绵掌在积极上讲究旧世界里 以防代工 攻防结合 随区旧身 以柔克钢 它是一种特点突出 攻击性很强的权术 一般来说 抓住那个指头 你捡 你就肯定很痛苦 自然就捡 你下次捡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对抗 一般力点一受伤 马上想到 急于把这个手指头拿出去 或者急于对抗 反而是你和我帮助着 把你的指头捡断了 就没法不跟你对抗 比如说你抓住 你使劲再捡 一个力点感觉到 就这个力点 就这样 我明白了 就是他不会跟你 直接的硬碰硬 因为我们 我们林区说行 不跟你使败 不像两个牛 出了脚 哎 你们都不说 转换 据了解 子木棉掌又叫做藏权 因为他的忌击方法非常巧妙 往往是一时多变 上下结合 变幻莫测 由于子木棉掌的忌击性很强 为了防止 记者在体验过程中受伤 郭富强找了其他人 配合他的将军演示 老师叫了一个反打运动员过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体质 你做一些 你比如说 这一学过来 就刚才在成为 你比如说这种改变力的方向是咱们一般常用的 不别走 我们用这个拔钢 拔钢是怎么拔的 你一学过来 你看 这个手很轻松 改变了 方向改变了 是这样 感觉是您使劲了吗 您有 你不是在演吗 真的不是在演吗 不是 你微微感觉将它保护住你 你再感觉 这里有拔杆的区别 这叫咱们说 链杆拔起 你这个感觉就飞向起来的 还有腿部 还有腿部 因为这个接腿 或者奔过来了 你退步 但我们是顺势 因为什么时候顺势 你就过来 这就叫顺势 这就叫顺势 总是感觉是这样 如果给过来的一个力 是通过这个比较柔的这种劲 给它把这个力量 你是看到这个 就像我们一个枪的子弹 其实子弹用螃蟹也是在旋转 旋转平衡 改变力的方向 然后找对方的窃脚 给予有力的打击 子母棉掌虽然积极性很强 但作为传统的武术之一 长期练习也可以输筋活络 轻脏离腹 达到强身健体 驱禀延延的目的 刚才 我跟您最后说的 做一个动作 也是一个装工的工法 叫单缝朝阳 这就是一个 调整人身体平衡 情绪气血的一个工法 比如现在咱们办公 电脑上工作 经椎腰椎 都容易难受 或者不同程度的有小调变 通过左右式的单缝朝阳 就把你的身体进行了调整 预防治疗的作用 比如说 打开 我老乡上后去 书展开了 这个空了 再做这个动作 打开 调整 然后封着 然后 这是什么动作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经常做办公室 经常玩电脑 可以练习一下这个动作 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要控住 或者觉得正 左面练得累了 要点右面 你一面练上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你就把你整个身体调整过来 下次再见 你很棒 身体练得要非常棒 要强壮起来 是不是 精细神 身体要帮 嗯 好 等峻岭雄关 平行关 平行关为何是一个战略要地 它呢 是内山关 未山关的 缓出力量 走访古战场 重温平行关抗战故事 反合中 就牺牺牲一百多人 整排整排的 这个将士都牺牲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四十八节 黑光之乡 大爱灵丘正在播出 离开灵丘县的县城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来到了明代内长城的重要关口 平行关 平行关长城 位于大同灵丘县与新州凡市县交界的平行陵上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明代内长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 平行关 我们顺便呢 这个就是平行关的关楼 对对对 它是应该是后期修复的吧 就在一二年才修复的 那它原来的这个关门就是这样的吗 原来是没有这么高的 据史料记载 明朝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 修筑内长城时经过平行岭 并在关岭上修建关楼 平行关关城 古城平行寨 历史上这里很早就是束手之地 明代是成为内长城重要的关口 平行关关城的城墙总周长约一公里 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损的墙体 沿着城墙行走 我们来到关城的最高处 其实来到平行关长城啊 从外形上给我的感受是和大同北部的外长城有一点相似 对对对 它这一代啊已经在你看这山就像荒路高原的青林 其实我们从这个山上的植被看上去也是比较奇特的哈 你看它只是在山的一侧有这些松树 北面是有松树 这和我们之前去到的这个乔迈茶长城比起来就是又是不一样了 乔迈茶长城的植被是非常的茂盛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一代乔迈茶长城属于太行山脉 嗯 它是太行山脉走向 这一代呢 刚走是 结果实际长城是结果五台山又到 现在咱们是恒山山脉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恒山山脉 十分陡峻 地处两身之间地势较低的平行关 成为山西与河北平原北部之间最便捷的通道 而在战争时期 平行关则成为了一个战略要地 在那个宋寮时期 它就宋寮别界地区了 嗯 在宋寮时期这个关口就非常重要 嗯 进行过多次战争 在这个明朝 更写 更写它的军事地理位置 它呢 是奈山关与卫山关的缓冲地呢 就是交界和联合的交界处 嗯 它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胡托河 胡托河就是 插到这个叶门关的背后 嗯 它直接就威胁到这个明朝的著名关口叶门关 嗯 从那个它的这个西面呢 直接就是威胁到这个盗马关 嗯 就直接威胁到这个保定地区了 抗日战争时期呢 呃 平行关战役就发生在这一带 嗯 看远处那个烽火台下面 嗯 这是著名平行关大节的主战场所在地 平行关战役发生于1937年的9月中旬 是对日抗战期间太原会战中的一场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 八路军115师在平行关附近的桥沟 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重大胜利 在历史上 人们把桥沟的这场战斗称为平行关大节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平行关战役的情况 我们离开平行关关口 在平行关大节纪念馆前 修建于1969年 地处桥沟南侧约一公里的山坡上 纪念馆陈列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以及战争时留下的实物 此外 纪念馆还通过示意图的方式 为人们展示了整个平行关战役 和平行关桥沟大节的战斗过程 据实料记载 1937年9月 大同沦陷后 日军主力把原师团指向平行关 意图抄叶门关后路 然后夹击太原 为了阻击日军 当时的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严锡山 立即将军队布防于叶门关 平行关长城一带 日军逼近了于先林球 以后中国军队就沿着内长城布防 就比如说平行关 这个团城口如月口 这些燕门关 也就燕门山 一些布防 短持有八万军队 中国的八万军队 布防于这个一席 战斗大将后 日军板云师团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 尤其在平行关口和团城口的战场上 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 八路军115师作为参战部队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长城以北 侧击日军配合正面战场 115师啊 这个机械到上队以后 嗯 这个进行的战前动员 动员以后啊 一路 115师的主力 挺进口 求够 布防 这个 这一路呢 一马里 是阳城武的杜力团 杜力团 杜力团其实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防止这个主战场 整个战役的局势立刻发生了改变 罗亚口突破以后啊 清了凡四城啊 清了凡四城以后 你看整个这个战役这个 这个沿这个 沿这个长城一线 南部就受了威胁了 嗯 沿西山一看说是 日军切断我的退的线 回不了五台山咋办呢 就下车退 车退到哪儿 五台山 这个还有这个 咱们的 罗亚山一队 就准备新口战役 平行关战役 虽然以中国军队的军陷撤退而高中 但他 持制了日军的进攻 打乱了日军的侵华计划 而平行关 桥沟大劫 更是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成为了当时 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热情的重大事件 离开纪念馆后 我们来到了115师 成功伏击日军的桥沟战场 站在这里俯瞰桥沟的地形啊 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山谷 并且两侧的山是格外的险峻 那景老师我们在峡谷当中看到的这条山路 曾经是不是通往平行关的唯一的通道 对 当年呀没有什么山边的公路 嗯 只有这一条峡长的峡谷的通道 当时叫施里桥沟 当时的培兵布阵的情况就是啊 就是六八七团断围 嗯 他在负责洞面口子 桥沟东面口子 这个是 这个进入桥沟 对 他复制这段 这个中介这段 这个主要的这个 这个桥沟这个大风水 是这个六八六团 六八六团 六八六团团呢 是天佑 就是这一段 这个西边 西边这个就是 就是出的口子 就是到达溃到平行关那个地方 所以啊 六八五团 你们得知 太少了 据实料记载 进入桥沟伏击圈的日军 主要是板原师团的自重队和汽车队 但战斗打响后 板原师团二十一旅团 第二十一连队的第三大队 迅速增援加入战斗 虽然巴鲁军 115师占据有力地形 但由于武器较为落后 整个战斗异常惨烈 随着战斗的进行 桥沟老一庙的战略高地 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离开桥沟战场 景星带着我们前往老一庙的战略高地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平行关大节 战斗当中的战略高地 其实这里还没有到达制高点 我们远远望去 那有一座烽火台 其实那里才是真正的一个制高点 那这座烽火台 是不是我们在平行关遥望到的这一座 对对 这里也能看到这个平行关 可以看到平行关 其实站在这里呢 俯瞰桥沟 桥沟一带真是一览无约 一旦占领了这个制高点之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战斗的形式就发生变化 它这桥沟的时候啊 是位都没的 它都爬到桥沟以上 我们因为当时为了分割全界日久 我们的战士冲下去 他说他占领了桥沟上来以后 占领了这个制高点以后 命令士兵向下射击 我们被动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呀 这六一五四十区 就在那边 北边就不知道 发现这个武林标 马上就是把这个 六八六团的团长 李天佑叫国险 说组织一个营的兵力 必须把这个 这个老爷的制高点 抢复回来 命令下达后 一一五十六八六团的副团长 杨勇 立即组织一个营的兵力 全力抢夺老一庙高地 通过我们反合政策 牺牲了一百多人 整排整排的 这个僵尸都行 这打得非常惨烈 最后终于被我们 拨回这个口令 这为这个平行关 这个大街的胜利 关键性的 这个很关键的作用 整个平行关 巧勾战斗 一一五支 虽然伤亡八百多人 但缴获了日军的枪支 弹药 马匹 以及粮草等许多军运物资 最重要的是 歼灭日军一千多人 别小看这一千人 因为日军小看一千人 我们得有五六千 六七千人的代价来换去 可是我们 牺牲了二百 伤了六百 加起来伤亡八百 所以抗日战争 初期是没有的 整个抗日战争 这个比例很少的 所以 当时呀 在我们 这个中国军队呀 连连溃败之际 社会上 这个 叫嚣着抗日 别忘 有些软不病的人 在这个时候呀 我们八路军 主动出去 给日军机器 瞧灭一千多人 所以我死去 后来 这次战斗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提高了共产党 八路军的威信 另一个就是 给全国人民抗战以希望 信心 其实 不管是桥沟战斗 还是整个平行关战役 都展示了中华民族 抵抗外敌入侵的勇气 都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 而平行关长城 作为那场战争的见证 如同一座封碑 承载着那段历史的记忆 中华民族 作词 尽管弹 宝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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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土岭一阵 醒来丧天沧海 谁还在 挑灯发奉意 将家书 托于幽无差 谁在吟唱那首 出塞 一腔血 始终澎湃 且伴我长逢万里 无天在评则节拍 一方青转 一曲万业的姿态 且盼我装置豪迈 万明天自情可待 山河如花 瞬间 又长 天 醒来 沿着明代内长城行走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旅组 开始在大同市浑原县的行程 行走千福岭长城 挖掘宫廷贡品 横山黄旗 二十多年啊 二十年就长这么出来 每位食用郡 恒山北骑姑 具有怎样的神奇药效 登恒山 仿金龙侠 探寻悬空寺的悬空奥秘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49集 雾华天保 北越恒山 敬请收看